秋天喝柚子蜜应该是全国的标配吧 早早今年学了一个新做法 真正不加一滴水哦 真蚕食料的柚子蜜 趁这个假期给家人熬一个 选好柚子就成功了一大半 先看看怎么挑柚子 表面金黄而且光滑的 这个才是一个成熟的柚子该有的样子 像这种表面颗粒明显 粗糙 颜色发青 说明它还小 当然不着急吃的话呢 放一段时间也是可以的 两个差不多大小的就选比较重的 重的水分多嘛 选这种头尖尖的 但是脖子不要太强 选这种底部凹进去的最好 我发现柚子皮不管怎么处理 只要你加了它都会特别苦 所以这次我们直接抛弃它 只要柚子肉就够 敲黑板咯 这些紫还有白色的筋膜都要去掉 不然煮出来会很苦 去不掉的话就可以用刀切掉 然后掰碎果肉 这一步呢是为了检查有没有藏在里面的筋膜 然后用手或者棍子导出一些柚子汁 有了这个柚子汁啊 我们就不用再额外加水 可以缩短熬制的时间 熬煮出来的柚子蜜啊也是更原汁原味的 一千克的柚子肉 我加了三百克的冰糖 冰糖可以翘碎一些 先开大火熬煮 这个环节呢偶尔翻动一下就可以 熬着熬着柚子蜜就会变得越来越橙红 越来越透亮哦 等到柚子蜜变得浓稠了有点焦质了 转小火继续熬煮 这个时候就要勤快点来翻动了 不然容易糊锅 熬到底部没有液体了 像果酱这样的状态 然后就关火 趁温热的状态加入两百克的蜂蜜 搅拌均匀就搞定了 闻起来真的非常的清香哦 尝起来呢 其实会有一一点点 不明显的苦 其实不用刻意追求完全不苦 一分苦九分甜 这样才够天然才够正宗 装在无水无油的密封罐里 放冰箱冷藏 皮肤干嗓子干的时候 舀一勺冲点温水或者绿茶汤 喝完特别舒服 味道和外面卖的蜂蜜柚子茶差不多 还可以像我这样分装成小盒 然后你带去上班啊 或者拿给朋友啊 一次一盒真的很方便 突然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像 龙江猪脚饭的同化辣椒酱 是怎么回事啊